八九十年代的港圈 最不缺的就是大美人 除了名声在外的李嘉欣 林青霞 关志林之外 李立真 李其红 袁建盈的颜值 放到现在 也能称霸娱乐圈 欢迎来到新闻榜 不过随着年纪的增长 不是每一位女神 都能延续自己的美貌 比如下面这十位老牌女星 年过五十之后的外貌 变化很大 有些简直是 判若两人 一 叶子梅 作为性感女神出名的叶子梅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她傲人的身材 和自带的风情气质 特别是在和周星驰合作的情圣中 叶子梅的演出堪称经典 她的身材也成为港圈一道 不可磨灭的风景 其实除了出众的身材 叶子梅的长相 也是妥妥的女神级别 小巧的面孔 加上精致的五官 更难得的是 她的妩媚中带着几分娇憨 但也可能因为这太过出众的身材 反而令观众忽略了她的演技 而且叶子梅的巅峰时期作品 也几乎被禁锢在性感女神的范围内 以至于现在观众想起她 就想到她的身材 屏幕上风情万种的叶子梅 私下其实是一个低调专一的人 不欢主意的叶子梅 至今没有结婚 退圈后的她 曾和骨科医生吕谢赵同居26年 直到2018年 吕谢赵因心脏病去世 叶子梅放弃男友的财产 让吕谢赵的前妻和孩子 继承其全部财产后 叶子梅便独自在国外生活 55岁的叶子梅 退圈多年 早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风采 她留着一头短发 脸色蜡黄 穿着普通的黑色衣服 没有化妆 因为穿着保守普通 完全看不到年轻时的身材优势 看起来跟普通的中年女性 没有什么区别 二 励志 香港老牌女星中 因身材好出名的 除了叶子梅还有励志 而且励志的长相更加出众 又是亚解冠军出身 所以名气更大 励志的长相也属于风情挂的 眉目中带着淡淡的忧伤 90年代的港风妆容 完美拖出她的风情和美貌 穿着修身旗袍的她 更加凸显了自己的好身材 励志曾经因为和赌王共舞 传出赌王舞台的传闻 之后李连杰为了她和前妻 黄秋燕离婚 足见励志的美貌 不过和叶子梅一样 励志年轻时风采过人 但退圈后十分低调 也似乎不太注重外貌的保养 和李连杰结婚后 励志很少公开露面 这两年才有几次罕见露面 60岁的励志 留着一头长发 但发气线和发量 明显没有年轻时优越 略显老态 脸上的皱纹也很明显 嘴角有下垂的痕迹 整体有些干瘪的感觉 三 上美琪 有人觉得上美琪的长相显老 年轻的时候已经看得出老像 也有人觉得她的长相耐看 有种智慧知性的美 不可否认的是 她年轻时候也是属于女神级别的 不过因为上美琪出道很早 现在很多年轻一辈 对她的作品印象 都是她三四十岁之后的形象 而上美琪四十岁之后的颜值 确实远远不如年轻时的颜值 其中也有生病的原因 上美琪私下几乎没有化妆 非常朴素 从上美琪的外貌来看 她变化最大的就是整体的发肤 脸上的肌肉皮肤 都有明显的下垂的迹象 加上本来的长相就偏成熟 使得她整体看起来 大妈未明显 现在57岁的上美琪 自从和正义线分手之后 仍然是单身状态 年轻60岁的她 看起来反而和四五十岁的时候 没什么差别 不过她的经济生活并没有问题 先不说自己年轻时 靠拍戏赚了不少钱 据传闻 周易健在跟她分手的时候 可能是出于内疚 也给她留下了一笔钱 2021年3月13日晚 据港媒报道 上美琪罕见露面 素面朝天的她 出现在了好友 陈琳丽上议员的豪宅里 二人聚会的亲密合照也被曝光 艺人陈琳丽在2018年 与老公花期未数 开了一家新加坡彩餐厅 去年受疫情影响而结束营业 乐得悠闲的她 频频约老友见面叙旧 陈琳丽在社交网站上 晒出了多张二人合影 并留言 有史之中我都好好好喜欢你 可情二人私交甚度 4.郭可颖 出生豪门的郭可颖 年轻时曾经是TVB的花旦之一 出演过情世真集档案 创世纪等经典作品 郭可颖年轻时的颜值和演技都很高 大眼睛小脸 既有干练之心的气质 又有千金小姐的富贵花长相 不过 郭可颖很早就退圈结婚生子 她的丈夫是同为TVB艺人的林文龙 婚后 郭可颖将生活重心全部倾向家庭 从郭可颖的近照来看 50多岁的她已经有了明显的老态 脸上因为太瘦 没有多余脂肪的支撑 皱纹很明显 骨骼感变得明显 没有了年轻时的甜美感 特别是颈纹更加严重 多了几分老相 5.百安妮 港圈老牌女神中 百安妮不算很热门的女神 可能是因为她退圈退的早 但不妨碍她当时美貌惊人 鹅蛋脸和深邃的五官 塑造了百安妮独特的美人氛围 她当红时合作的对象 都是周星驰和张国荣 目前她已转行成为 临床心理学家 相当厉害 不过退圈后的 百安妮面向变化很大 最明显的是变瘦了 脸上的胶原蛋白流失 使得骨骼感更加强烈 而且皱纹也很明显 甚至五官上 很难看出年轻时的模样 算是变化最大的女神了 五月八日 百安妮女儿许恩怡 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分享了一段视频 并配文称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曝光的画面中 百安妮母女出现在滑冰场 许恩怡问妈妈 妈咪 你当年为什么会拍戏 百安妮说道 因为她们当年 想找一个会滑冰的女孩 所以才找我 百安妮接着反问女儿 那你呢 许恩怡说道 有一部戏 想找一个会跳舞的女孩 所以就找了我 之后母女俩一起开心滑冰 一边跳舞 玩得不亦乐乎 画面非常温馨有爱 六 张曼玉 上了年纪太瘦 有时候未必是好事 脸上没有适当的脂肪支撑 很容易显老 比如张曼玉也是同样的情况 张曼玉年轻时 也是公认的大美人 浓妆淡抹都有一番味道 但上了年纪之后的张曼玉 面向明显没有年轻时舒服 脸色也显得暗沉 一组三年前所拍摄的照片 并且是张曼玉 参加综艺节目时所拍摄的 那时候的她也才54岁而已 但从背影来看 却像是石荒老人 因为实在是太瘦了 整个骨头架子 都在镜头前表现得明明白白 七 袁杰盈 袁杰盈曾经也是 红极意识的港圈女神 古装可以甜美 可以灵动 一头短发的时装剧 时尚感十足 和古天乐同框 简直是最养眼的搭档 可惜后来 袁杰盈患上了厌食症 身体一度消瘦了很多 不但脸部看起来憔悴沧桑 就连身材也鲜瘦得令人心疼 她昔日充满灵动的一双大眼睛 也失去了光芒 厌食症困扰了袁杰盈二十多年 每次露面 她总是一副 古兽灵巡的模样 但没有了感情的刺激 她的精神反倒好了许多 去年黄百明晒出了和袁杰盈的合照 两人合唱电影《开心鬼》的插曲 李诗颂 时隔三十六年 依旧对歌曲记忆犹新 这时的黄百明已经发福 依旧戴着方框眼镜 而袁杰盈受的两颊凹陷 再无少女感 八十年代的电影传奇依旧经典 《开心少女组》也成回忆 袁杰盈的青春也回不去了 8.张敏 很多观众对张敏的印象 可能源于周星驰的电影 张敏在和周星驰的合作中 塑造了很多风情性感 又不是知性的角色 而她和李连杰合作的《倚天屠龙记》中 赵敏又不是阴气和灵动 五十四岁的张敏 也是变瘦了很多 五官给人的感觉则是更加有距离感 和年轻时的知性风情 气质大相径庭 9.李奇红 港姐出身的李奇红 年轻时是港圈老牌女神中的小白花代表 长相非常甜美灵动 她出演的《锅香》和《小辣椒》 至今是观众心目中的经典角色之一 不过李奇红和袁杰莹一样 也是因为在巅峰期遭遇了病痛的折磨 不得已退圈休养 幸好李奇红遇到了真心对自己的外籍丈夫 在丈夫的帮助下 顺利渡过了难关 还收获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不过五十二岁的李奇红 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时 变化很大 不但身材发福了不少 打扮上也和苏人没什么区别 因为多年没有注重保养 现在的她身上早已经没有了女神气质 10.李力真 李力真能在当年高手柔云的港圈 占据一席之地 就证明了她的魅力 年轻时的李力真 不但是性感女神 更加是纯郁十足 不过五十六岁的李力真 也没有逃过发福的命运 前不久她和同龄的温碧霞同框 温碧霞一头长波浪 还像少女一般 但李力真身材发福 皮肤松弛 随意扎着马尾 大马尾浓厚 其实李力真的五官 还是有年轻时的模样 不过因为皮肤松弛 加上眼睛没有神采 使得李力真看起来苍老了很多 以上的十位女神 有的因为太瘦 有的因为发福 有的因为没有保养 有的因为没有打扮 而和年轻时有很大差别 虽然美貌的消失 难免让人遗憾 但衰老也只是自然规律 不能强求的事情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订阅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